哈喽各位好 欢迎来到安迪的游戏频道 那这个是我们最近久违的四代的影片 来看一下高手的对局 Ruby 是我个人这一代 蛮喜欢的一个玩家 我觉得他玩游戏的意识非常的不错 他原本是那个魔兽争霸的 这个选手吗 就是应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选手 但应该是绝对是资争玩家 绝对是那个天梯前前段班的 前几名的 那他现在是跳槽到这个 试医地罗4 他也玩了很久 那我一开始也看他很多比赛的对战的一些 的过程哦 稍微的也都是有借鉴一些 那最近呢我自己算是比较少玩的哦 那因为最近那个蒙古跟罗斯不改版 我觉得玩起来没什么意思 所以 嗯就等下次平衡更新再看看吧 所以我们最近呢应该会来多带一点 高 呃就是前分就是高分段的比赛 我这次就是有我们的 Groopy 选上的是我们大家现在普遍比较唾弃的这个 德里苏丹 可是德里苏丹呢 我呃我其实有看到一个选手叫 3db 哦说不定有人知道应该蛮多人知道他就还蛮擅长在现在这个环境去玩那个德里苏丹 说不上是他他当然说不能说他非常非常非常强 但就是说这个德里苏丹 但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是强的那一个 但他还是可以把他玩到出神入化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德里苏丹对上现在最op的蒙古 蒙古现在这个黑暗塔弓 我刚才我已经一直都在说了这个蒙古的黑暗塔弓 有同等程度下要挡真的很困难 所以你可以看到Groopy这里就是德里苏丹这边 第一时间 赤猴就是到蒙古家里的敖包去看一下他要干嘛 所以你第一时间过去你看一下现在这种情况 第一时间过去看到军营 在敖包旁边你就应该要知道 对手要要准备搞事 他不可能一开始造的这个军营 然后不造他的长江边一定会造 然后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还是要来看给各位看一下这张地图是什么 蒙古高原 蒙古高原的话呢 中间有一条这个河流 那这个河流里面还是有些渔获的 虽然是海岸线渔群 但是能补鱼的话在四代本来就很强悍 就是食物进账会非常的强势 所以您看到德里苏丹这边还是造的码头 那德里苏丹有在这种河图啊 或是打一些可以补鱼的地图的时候 德里苏丹造码头效益是非常非常之高 而且没有人敢跟他盖 因为德里苏丹的渔船是可以射箭的 所以你前期要跟他搞这个渔船的 就是去强海强河 你是不太可能强贏他的 然后这样地图有个特性 就是他羊都会在河道旁边 就是比较多啊 就是没看到河道旁边会有非常多的羊 所以 建议都是先来河边找一找 我们看一下德里苏丹这边是出了一只 赤猴然后那个资源的分配看一下 黄金又现在还没开配比吗 就是七七个这个食物跟五个这个木头 啊主要还是因为开码头的关系 不会那么早的去采黄金 那对手这里是直接带了两个枪兵道往前吗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村民直接到前面来黑暗塔弓了吗 这应该是要塔弓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挑这场 当然就是不会让各位看到什么蒙古黑暗塔弓胜利吗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挑这种比赛 绝对不可能 但是你看哦 现在就是 呃德里苏丹第一时间是有看到蒙古这边 已经是要打这个肮脏的战术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gruby这边要怎么打 哦那德里苏丹 应该不会有人说他很强吧 有这个阵营到现在目前这个版本确实不是那么的强悍 我觉得德里苏丹最强悍的时间点还是在中期啊 就是他的那个城堡时代的时候 确实那时候是德里苏丹比较强势的时候 好这里克汗往前 然后你可以看到德里苏丹这边也是设法要出去阻止一下这个 造战的一个建设哦 也是已经有出场上兵要做防守 你可以看到蒙古这里场上兵一定是双倍于你的数量 为什么因为 他用石头去换兵 所以你造两只场上兵的资源等于他造业造四只场上兵的资源 因为他的石头是早就用熬包去换的 那就是现在蒙古这招打法很强的原因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其实有点在拼操作 好你看到德里苏丹这边场上兵是去点对方村民 然后蒙古这边也是要保护自己的村民不死 因为你也不可能拉太多村民过来打 如果你蒙古拉太多村民过来的话经济也会蛮伤 所以这里看 这里就是他最困难的地方哦 我要讲的是这个打法并不是说完全打很下来 但是你要花非常多的操作力去阻止蒙古打这招 就是像这样子的情况 你看蒙古这里是非常暴力哦 直接就出了 7只吧 6只6只的这个场上兵 后面还去出7只场上兵 不断的在出 那这边的话看起来村民被杀死了吗 哦村民直接被点死 好这可能是目前这个反制一个 反制蒙古这个插塔一个不错的办法 第一时间是把蒙古这里的村民给点死 那蒙古会不会再派第二只村民来呢 因为这个距离有点遥远哦 有时候有时候蒙古还是会派两只村民直接过来造啦 那这里看起来 呀他没造成功 因为第一时间就被这个德里苏丹发现 而且这里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部分就是德里苏丹在中间的这个渔船 你可以看到他过来的所有村民跟单位都会被这渔船攻击 这就是德里苏丹他选这张图 这张图他选德里苏丹一个很大的优势的部分 而且就算他烧这个我觉得你也烧不掉啦 不用想太多了 德里苏丹这个一开始的捕鱼船是现在做的最OP的 就是只要有德里苏丹在你这个河图你是完全打不赢他的 然后看起来 为了防止这个蒙古早期的进攻啊 这个德里苏丹是利用他的步兵直接拉墙哦 这要稍这要好好去利用一下德里苏丹就是因为可以省下村民的 拉墙壁的费用所以可以快速的建造一些防御公式起来 那你要想哦蒙古造这些枪长江兵跟德里苏丹造这些长江兵的成本完全不对的 完全不对的 因为蒙古是靠他的熬包的石头去做双倍生产 80的石头就可以直接换两个长江兵出来 所以其实现在经济上呃蒙古蒙古跟这个德里苏丹 其实经济上并不会差异到太多 就他不会花太多资源在他的军事单位消耗上 这就是这个打法非常强势的原因 刚刚如果造起来的话那可能结果真的完全不一样 那现在是因为他这个塔工并没有造起来 哦德里苏丹是第一时间把蒙古的村民直接解决掉 那这边的话看起来德里苏丹是已经要拉下了彩矿营地要准备上时代了 封建存渔船也差不多一个数量 然后其实在黑暗时代两边也就是彼此的交流也差不多 也都差不多得上这个封建 那德里苏丹是上封的话 应该都是选择那个学者的那个减半费用的地标啦 那蒙古的话 呃看他这场有没有打市集吧 银之树跟鹿之石都鹿石都两个都有可能会开哦 那就看一下德里苏丹吧 中间这些渔船还是比较关键的 有这些渔船在的话蒙古要一直往前压也不容易 这里看一下 德里苏丹的长江兵这边还是有在围操哦 蒙古长江兵跟德里苏丹长兵其实没有数字上落差 但是你看到蒙古在这边也在踩这个 捕鱼了 还在捕鱼了 其实我记得这边应该可以滑过来吧 如果他渔船过来抓的话 但是你可以看到蒙古在那边也是下了一个哨战做防守 也是非常谨慎 这边德里苏丹一开始前期也是爆了非常多的长江兵过来 那蒙古这边第一波的黑暗快攻是没有成功 然后看一下蒙古第一个选择是鹿石 ok 然后德里苏丹选择的是我们的圆顶建筑 就是学者减50%的费用 那现在因为德里苏丹的那个神圣思想变成到封建时代才能研发 所以他现在占领圣地会直接会相对比较靠后 那有人会说这个被改弱是不是就变超烂的 其实我是觉得原本太强 就是原本他是直接无脑去踩圣地 很少人可以挡住他 只要在那个圣地旁边下哨塔什么的就就很好打 这边 哦再来 你敢信有没有拆掉 没有 哎拆掉了 拆掉了各位 这个长生兵 哎刚刚发生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延迟伤害 不过这里渔船看起来是确实的被拆掉了 哦这个一个不小心哦 而且蒙古在这边竟然是补上了两个码头 那蒙古补马头补鱼其实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可以省非常多的木头 因为他一开他是不用造那个防射的 你不用造房你不用造这种哎你不用造这种防射的话 你是可以省下不少的木头的使用 所以那些省下的木头是可以拿来造马头跟你的渔船 那德里苏丹当然不会让你去爽爽捕鱼 我说过好几次就是四代捕鱼是一个很强大的食物经济来源 你让对手爽爽采食物的话 通常下场会不太好 所以 这边下两个哨战也是蛮正确的 我这边来看一下德里苏丹一开始那些长生兵 这边是直接往前压 你这步兵数量够多的话 哨塔一般不是太大的威胁 可以硬烧的 这边直接炸开 然后对手蒙古的长兵跑出来 要到下一个哨战做助手 两边现在都在都已经在这个封建时代了 来看一下蒙古接下来要打什么样的战术 蒙古这边还是在升渔船 然后军事建筑的话只下了一个军营 所以他现在应该 并没有要特别的造军事建筑 那看错边的蒙古看一下 蒙古的话是三个码头 然后一个军营 然后现在在升荣克船 所以要来打河岸战争了 对这边要打河岸战争了 他也不能让德里苏丹爽爽的捕鱼 那边都是在干涉这个捕鱼的发展 然后两边也都是用哨战在控制河道 这张地图很常会发现的一个 就是很常会演变到的一个局势 就是中间河道捕鱼的一个争夺站 因为你真的不能放任某一方去捕这海岸线鱼群 真的不行 食物太多的话 到时候军事单位开始开爆 真的不得了 两边村民宿看一下 都大概四十三七 其实没有差异非常多 但是荣克船渔船就不是太好打赢 还是没办法说硬打 荣克船这样子等一下一台两台三台 这样出来的话 其实相对是比较危险的 这一哨战看起来来不及拉 还被杀了一只村民 看一下这个德里苏丹家里 他应该差不多也要派学者去占胜地了吧 这边神识思想也是第一时间就拉下去了 再两分多程度可以完成这个科技的研发 激烈的河口决战 看一下哪边究竟最后能掌握这个河岸的鱼群 两边都是直接河道旁边插满哨战 非常是写实 用哨战控制码头 控制河道的这个捕鱼群 但这里蒙古我看也不好受啊 蒙古在那边捕鱼 德里苏丹的哨塔也是在打 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好受 所以两边食物的进账各位可以从上面去看一下 目前是蒙古食物进账是相对比较多 看一下经济都怎么配的 这里也是配的 现在看蒙古的整体收入都比较高 目前 你可以看到他一开始那黑暗塔空 黑暗塔空就算失败了 他经济也不会差 这就是他现在最OP的地方 反而是德里苏丹这边被提前 应该可能是太自信 他的那个渔船的码头 可以打这个就是射箭 所以他可能一开始没有过多的防范 就蒙古这边哨战够便宜 别人哨战只要一百目 他只要七十目 所以他这边可以爽爽的一直下哨战 你这三十目三十目省起来 木头也是省蛮多的 所以看起来变成蒙古直接控制了整条河道 这德里苏丹要补鱼看起来有点困难 而且蒙古继续的插塔 插塔本色的一个文明目前 德里苏丹现在被被迫 退到最后一线这边的河道去做捕鱼 但这个哨塔应该暂时应该拉不起来 德里苏丹应该可以保住他最后一个海域 因为还有几片鱼可以踩 但等一下蒙古应该不会让他爽爽过 所有地方都已经被蒙古的哨战给控制了 那就看一下德里苏丹接下来要选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陆地看起来都没有特别在照 那德里苏丹这边在踩石头了 等一下应该是会开第二个TC 应该TTC 我看经济的部分 德里苏丹46 对手这里是50 蒙古这里是50的 50个村民 然后补上了 两个两个马就两个军营 但这边其实都还在中间的河道决战当中 造战还是被他拉起来的 现在只剩下这边可以补鱼了 经济进账看起来还是蒙古这边略胜一丑 而且你看蒙古这里是直接顶着这个绍塔在做攻击 因为 OK 而且蒙古还上了 上层了 哇 看一下德里苏丹 德里苏丹这里 造了两个铁匠铺 要直接硬拉科技 现在直接输了一个时代 但四代输时代理论上还好 因为德里苏丹这边是选择更报经济的他吧 德里苏丹只要有经济的话 到时候报兵 德里苏丹这边是蛮优势的 因为他的科技什么都免费可以一直研发 但速度不是特别的快 但是只要你的清真寺拉的够多的话 这边拉了两个清真寺嘛 然后就把那个学者给补满的话 那个研发速度就会变快非常多 那蒙古这里上了城堡之后呢 出的选用单位是长矛骑兵 重装骑兵 远程跟进防都非常的高昂的防御力 但是城堡的一个主力单位 那我们克制 用弩兵 弩兵克 枪兵克都可以 但是 少量枪兵要打中央级 应该也是打不过 因为血量非常多 230点的血量 而且攻击也是非常的高 收入的部分 你看到蒙古这里的收入 权限都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食物的部分也是收益非常的好 所以苏丹这边派了一些起手 试探星的钱一下 看一下视频 应该是要看一下队友在干嘛 好这里是蒙古直接造运输船 要直接运到对面 这里起手直接一波冲到蒙古家里骚扰 这村民开始被土 而且对手第一时间没有发现吗 哇哦这对手第一时间没有发现家里的村民被杀 哎呦 还被杀了好几只 不得了 哇这里也是反应很快 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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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只是过来想要拉10墙而已 但好像没挡住 蒙古这里还是直接的 把自己的长毛旗 还有他的装甲部 直接拉进来的 那这一波这个起手 其实德里苏丹那边做得非常漂亮 他直接过来这边就偷了一波 偷了一波村民 这边村民看一下 Groovy这边是57 58对手蒙古是57 所以其实有追回一些村民的数量 但是 德里苏丹这边其实是爽TC的 所以现在 输了一个时代 也只能用坚韧长枪兵 去挡这个中央旗 不是太容易 但也还行啊 有没有看到德里苏丹的 哎呀家里三个军营啊 草包旗是第一时间先去抓对手村民 也没有要跟你的单位练战哦 先能谈你几个村民算几个村民 先把你经济命脉给除掉 正确的选择 然后德里苏丹现在刚刚 有资源可以上时代了 通常会上那个科技的那个吧 哦不是 德里苏丹这边选的是守护者大院 步兵可以建造石墙城门跟箭塔 这个其实后来德里苏丹也有开发这个战术 就是用他的步兵一直造石墙往前推 然后配合他的弩兵跟弓箭手 其实这招 后来我蛮常在这个高阶对战中 有看到德里苏丹这样玩 然后确实成效也非常的不错 可以看到这个城堡兵 弓箭兵还是相对的比较有优势的 这里大量的藏包骑兵 他没有选择跟这间残用兵消耗时间 第一时间就拉进了 德里苏丹的经济区 这边要能杀多少村民算多少村民 进去就是一波屠杀 进去之后村民五九 对口蒙古六十 两个TC在爆的效率 目前还是能让双方的经济 就是村民持平的话代表 德里苏丹这边被杀的村民其实蛮多 而且还有五个闲置的村民正在发呆 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在拉十强 然后把那个十强塔也拉上来 到时候就可以站在上面做射击 而且单位也可以躲在上面 然后这里是在拉守护者大院 来得及吗 这里的枪兵登上来 看起来长矛骑兵数量兵不够多 所以这里的长矛兵看起来是可以 守住这一波长矛骑兵的少量伤害 还行还行 这边都是你看 都是拉两格墙 然后直接拉一个那个十强塔 到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单位放在上面 做防守其实很不错的 然后前线看一下 这边其实都 因为 因为在那个码头附近会补血的关系 所以这个哨塔 一个哨塔 其实射不太死这个 看起来是射不太死这个船 他这个补血效率好像蛮好的 看起来 血量是狂毁 还是他拿另外一艘船在修他 要注意看 总之 这边两边也都是顶着这个哨站在 补血哦 鱼是一定要吃的 那两边现在都上到城堡时代了 看到德里苏丹这边选择 是用冲撞车要做进攻 蒙古的话呢 这里是在转中甲步兵吗 看一下 蒙古限帝造冲头子车 然后少量的长矛骑兵 你看他其实死了蛮多长矛骑兵的 就算刚刚一开始累积的那个经济优势 那一波这样换上去死了不少长矛骑兵 其实是蛮贵的 你看到分数上 蒙古现在是高分蛮多的 不过我不知道他那个 就是把房子拔起来再插下去 那个分数有没有修正 有可能两边分数其实是差不多的 然后德里苏丹最麻烦就是他上时代之后 他的单位要进阶其实要有比较多的军事建筑 而且这边在升那个塔像 这个也是在拉老练的长长兵 必拉 但是这个对德里苏丹来讲 拉起来真的很痛苦 因为每个科技时间都蛮长的 如果你 就是清真四盖不够多的话 也会花蛮多时间在研究 现在这个版本投资车 之前各位也看过了吗 打这个群体单位 因为投资车现在算是比较专业化了 因为弩炮被削弱之后 其实投资车就比较有一席之地 那德里苏丹这边是选择用冲车喔 然后直接推爆对手的建筑吗 还是一路直接冲过去 但这里的哨塔应该是有监控到 蒙古这里的 意图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 直接从边边开始拆起来 但是这军队数量老实说真的不太多 真的不太多 而且 现在德里苏丹是已经 老练藏兵都拉上去 而且是已经有准备的扭力弩炮了 然后拉上来的话 这头车大概没细唱 如果第一时间被抓的话 蒙古这里的兵 现在全部都在转装甲步兵 但是他的军营现在三座而已 他现在军营有点太少了 他这个军事建筑应该要再补一些 因为 你看他的助列是这样吗 所以等于说如果你升个 四个五个军营 其实都还可以附和你的大量装甲步兵 那现在这个情况下 蒙古出装甲步兵也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相对比较便宜 一百十五二十黄金 你可以出大量装甲步兵 然后对手就是一堆场上兵 你打起来是比较惬意 但是 就是这个但是 没错 塔向已经出炉了 这是我刚才讲的 德里苏丹其实 他现在在中期还是很强 所以在他改 改这个改动之前 他在前期到中期都太强 他现在改动之后是前期偏弱 然后中期偏强 后期又偏弱 因为他现在后期科技研发速度太慢了 我这里 投车应该跑不了了 诶 没有点到 可惜 但是德里苏丹这里 三只塔向的话 不是很好对付 有人说这个塔向嘛 我就是要用棋手去打 不要傻的朋友 对方不会傻傻只有塔向啊 他旁边会有保护这个场面 你起手要怎么打 因为他是远程单位 所以其实你不能拿弩兵去打这个塔向啊 他他其实分类是远程骑兵跟大象 所以弩兵打他是没有加成的 我千万不要以为大象是重装单位 各位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看哦 这里 德里苏丹也是赶紧的就扛了胜物赶快回家 然后这边是一个隔阂作战的一个 发展 那胜地还是有占 德里苏丹占了胜地之后 这黄金收益就会变得比较好 因为他他有那个神圣思想研发作 他的胜地是别人的 我觉得是两倍吧 两倍的收益 好 德里苏丹这边前面的长兵是往前推 但是蒙古这装甲步兵也是非常的多 不过塔向这里要打装甲步兵 我认为没有太大的问题 现在蒙古要烦恼的是 他要怎么对付这些塔向 中装旗打他也没什么用 大象也是有近战攻击伤害的 这里前面 德里苏丹是直接到前面要拉大型箭塔 要直接做一个阵地战 但是这边看起来是被对方的装甲步兵成功阻止 那就看一下这个大型箭塔 会不会被烧掉 精彩的一个操作 对手蒙古这边也是挡得非常漂亮 但是德里苏丹这三头大象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不妙 而且又后续补上了更多的村民 要把这大型箭塔直接个完成 家里这里有一只长矛齐兵到家里 但是好像没什么差 不要战场还是放在前线 看起来蒙古这里的资源有点过多了 你看他的 木头你看他的那个食物跟黄金 数量有点 太流太多 他的军事建筑不够多 所以我刚讲的问题 你看他资源花的不够干净 然后你看Groovy这里 就是德里苏丹 这边资源相对花的是比较干净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分数是已经直接被返超 然后现在蒙古没有任何可以对抗卡像的单位 光甲铺兵是可以砍 但是他也可以操作 而且前面如果垫了这些弩兵 或者是场上兵的话呢 装甲铺兵要打卡像也要花掉蛮多的时间的 而且德里苏丹这边是步步金币 大型箭塔不断一个往前一个推 蒙古家里空有经济 没有足够军事建筑 这感觉好像有点快挡不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后面蒙古打的有点懵 他在家里完全没有办法操作过来 感觉快要不行了 这一波直接被反打之后 发现自己挡不住这一波塔像 直接看起来是半放弃的状态 因为他资源这边也没有花掉 然后家里的军事建筑也不够 这边应该是直接就咀咀 这一波被冲死 好那看到这边记得不要忘记 给这影片点个喜欢支持一下频道 好了那这次伊底卢斯我们还是会 找时间去看一下比赛 那投稿的话呢最近应该 会比较少做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版本 就希望他等他平衡之后再认真再重新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偶尔会拿这个高阶场来看一下 对就是对手的就是这些高阶场在打的对战内容 不分割也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高端的一些事 我自己也可以一并的复习 你就温习一下不会说 有离间版本太远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场德里苏丹也是打得非常漂亮 那他一开始这个鱼 先采鱼 我们一开始说这德里苏丹码头盖下去 这个鱼船无人能抵 蒙古利用他这个自傲的一个特性 我就觉得他可能没有人会跟他抢 还抢不赢 所以直接满路拉的哨塔 看起来德里苏丹后来 好像只剩下这边可以采了 但是也是有一定的食物进藏 可是你也看到 藏城之后是蒙古这边比较快吗 他一开始像塔公算是失败 可是经济却没有输给对手 好直接上了 全宝时代之后呢 就直接推一波这个长矛骑兵 但是他来了两波吧 我记得都四五只四五只这样过来 直接两波过来 杀了几个村民之后就全部死光 所以他其实浪费了蛮多的那个 呃长矛骑兵 就是他资源都缴在那边 所以就会变成后后续在这边 真的那个投资车那个军队实在太小了 反而是 你可以看到德里苏丹在城堡出奇的时候 出塔像 没有就现在很少出战像 就是战像确实比较 没有那么泛用 出塔像 你可以看到这个效益非常好 对手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单位可以打 去打塔像 你要出出什么去打他吗 弓箭手可以 但你打得赢 头车吗 你打得赢对方的装甲步兵吗 而且 那个蒙古这边也没有再出弓箭手系列单位 装甲步兵要打这个塔像可以吗 可以啊 但是塔像会移动啊 他前面还有垃圾兵啊 投石车什么的 你看 那个 直接那个这场那个 德里苏丹直接就出弩炮 直接烦你的投石车 你既爆了两台投石车又爆了又死掉大量长毛骑兵 其实这个就算是一开始蒙古资源领先也没有用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军事建筑一直补不上来 你看他资源流的非常的多 导致他后来这军队一直爆不上数量 就直接被这个阵地直接一波推进去推死 好啦 那这场比赛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德里苏丹喔 我觉得现在德里苏丹被一些高手开发到好像 也不是说真的弱到哪里去就是 但你说跟罗斯啊跟那个蒙古比他也是绝对是弱啊 他他的踢踢断一定很后面 我可能都已经是排到后后段班去了 可是总是还是会有一些玩家 我就喜欢这种玩家 他愿意去开发这种比较弱势的阵营 我不是说哦今天哪个版本墙我就玩哪一个 觉得这样子玩起来是比较有意思啊 不过最终呢我们还是希望官方可以快点去平衡他现在的版本平衡 好吧那我们一样期待下次更多的是一流四的影片 离开前不要忘记的点赞追踪我的频道 我们就一样下个影片再见咯拜拜